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這個演習的內容 我們今天主要會是有一個軟體叫SweetHome 3D 其實平常我們創客基地後面那麼多台3D電影對不對 各位有來玩過嗎 你有認真做模型嗎 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現在大部分大家的3D電影 絕大多數就是網路上找一個喜歡的 就拿下來了 就拿來印了 你自己創作的很少對不對 或者應該這樣講顛倒過來 你自己真的有認真去就是說 想要做自己專屬的模型的很少 最多的就是打字 因為那個一定是你自己的 但是模型本身幾乎大家自己做的幾乎很少 不然就是很單純的一些幾何物件的組合對不對 比較少 那真正學3D其實要做自己的東西還是要有模型嘛 就是你要自己做模型 那如果說像我們今天這個SweetHome 3D 它原本它其實原本是做什麼 室內設計 那這套軟體是免費的 所以我都很大方 你喜歡就拿走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呢 有些同學應該有下載 我給你們下載那個版本就是免安裝的版本 那個裡面我已經多放了很多模型跟所謂的外掛在裡面 跟你直接在官方直接安裝版本 程式一樣 但是內容不一樣 內容不一樣 官方本身就提供免安裝版本了 所以不需要做什麼破解不用 Mac Linux跟Windows都有 甚至Windows SP也可以執行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比較軟體比較 就是舊的還是可以用 就是硬體比較舊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 那對了 剛剛那個燕子在講 我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你要找我的資料的話 不要用揍手的 我有買關鍵字 直接找 素文老師就可以找到 我的部落格 這樣太小對不對 放大一點 好 就是 你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那把點進去 這邊 好 那我的部落格上面 其實會比較多 就是 一些免費軟體 然後使用3D也是其中一個主題 因為目前 國內有在推 就是有在介紹這個 好像比較少 好像比較少 主要是我 我的資料而已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各位在現場 我們這樣看到的這樣的效果 對不對 這樣的效果 這個OBS虛擬聖門 也是我最近比較常在主推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因應就是學校 現在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摩克斯 沒有 對岸稱作木克 好 MOCS 那這個的話其實 以後我們的所謂的 這種學習 不是只有像我們這樣在現場 很多是屬於線上的 你們沒有 注意到最近有一則新聞 是YouTube 有公佈一個消息 台灣人 看YouTube 很多都是為了什麼 學習 對不對 現在學習的方法已經改變了 所以老師要跟著變一下 目的沒有變 還是把同學教會 可是 我們的 手法 方法可以改變 所以 這種虛擬聖門 對老師來講 錄教材 就比較好玩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其實 以往要做這個 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你要去 專業的攝影棚 去錄 你們不覺得我今天都沒有帶助理來嗎 我好像沒有帶助理 可是 該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 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要 虛擬攝影棚 拍誰 一組人家幫你拍 不是說你要拍就拍 你要先給資料 對不對 所以比較麻煩 所以以後各位都是 很厲害的網紅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那套軟體 是網紅在用的呢 可以直播 你們 有看過直播吧 那你覺得直播的品質如何 實在是令人搖搖頭 還是你 你不在意那個晃來晃去 你只在裡面那個人 高顏值 有沒有 其實 就是我們希望比較高品質的直播 就跟做電視節目一樣 所以我會有這一塊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到這邊找一找 那另外就是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說各位你有興趣看我其他課程的話 你可以進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的頻道的部分 像這邊這個也是我們講另外一個學習平台 但是我在現場也可以像這樣做 所以燕子不是第一個開場的 還有別人有開場過 但是重點在於說 其實我們要讓各位去看這些影片的話 有沒有看第一次 這也是看的第一次 好 那我們重點在下面這邊 在下面這裡 你看到這些內容 這些影片 我會像這樣把它一段一段把它整理起來 有標題 而且就是 我們會這樣一段一段的 那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跟各位提到 所謂MOX 摩克斯 因為摩克斯強調的就是 我除了錄影以外 不是一個小時錄一段 你回去邊看邊找 這樣子學習效果不好 我們是一小段一小段 五到十五分鐘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 所以我會盡量就是在十五分鐘之間 把一個主題講完 那這樣大家的專注力就會比較集中 那你萬一比如說你回去 或是你甚至沒有上過這個課的 你自己來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找資料 對不對 不然邊看邊找也是有點累 因為常常你們現在看影片 應該都是跳過跳過跳過吧 你們不要騙我 看影片你們現在會從 會從那個最開始 然後慢慢一直看到結束的舉手 看性質 看性質嘛 如果看我的一定會跳過跳過 因為不是那種 哈哈哈哈 但是這樣子跳 是因為你不知道 在哪裏才會跳嘛 但是如果像我們剛剛有安排好的話 你需不需要這樣跳 不用你就知道我要哪一段 是不是直接就過去了 你了解我意思齁 這樣是不是比較省時間 還是你會特別記住 我要看的就是 第幾分第幾秒 不可能的事情 我替你回答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 摩克斯 我們要錄一個很重要的 那現在教學的情景已經不一樣 所以我上面會有比較多這一塊 就簡單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這樣還OK吧 可以啦齁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 看剛剛這一段 那這個就是 我有用我們現在這種 水游3D 本來我兩個當然是可以分開啦 可是其實我發現 其實我們用水游3D 來做這個效果也很好 所以就把兩個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各位現在創客 很重要大家是不是說 強調要跨領域 比如說你可能是科技領域的 可是人文領域的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軟體也是一樣 多媒體就是要多個軟體 就是要整合在一起 不是說我今天學的 喔我學做APP 好像我只要會APP 喔不行嗎 你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把它做結合 那你就可以有不一樣的 創新使用的方法 好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麼我們再來看 你看 除了這個呢 其實使用產體主要會用在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到的 就是室內設計 可是不只室內設計 你要做像這種戶外的也可以 你看有白天有晚上對不對 所以也OK 那各位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 可能時數有多長 蛤 60小時就要護一身耶 就要做出這樣的 哈哈 哈哈 你有信心嗎 看起來大家面帶微笑 還有人 還有人 有點有遲疑的感覺 覺得好像你不可能做到這樣 那我就直接回家就好了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以往我們要學3D軟體 我相信各位應該蠻清楚的 如果你有來這邊玩過3D列印的 光一個就是那些簡單的介面 你也要稍微熟悉一下吧 對不對 你看我們川客機器開的 這種3D列印的課程 剛剛不用三點鐘、六點鐘 我怕怎麼想來不夠優的嘛 不然要不夠熟 還要不夠好 就是說其實 這個是我們說用3D一個很特殊 像這個同學 他就很好玩 他學了這一套之後 他就去想一些有的沒的 哈哈 不能說他想有的沒的 他就有很多他的想法 可是這個同學 他之前沒有學過3D啊 他以前有想法 也許他會用手繪的 可是他現在會這個軟體之後 他就知道我要去找什麼東西 來做組合 所以你知道我們今天只要會辦 加加9你就會成功了嗎 真的啊 所以你要有信心 我們六個小時 等我講完之後 你至少有三個小時可以玩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了齁 真的真的 不會太難 那你看這也是他裡面 他就做了很多 那我們再往後看 其實還有其他的 好 糟糕 我已經把它省略掉了 好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進去裡面 要看到更多 這樣有大概了解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當然你要做室內設計的 其實都ok啦 但是本來他就是他的強項 只是他也可以延伸到戶外 或延伸到其他的功能 反正3D現在在生活裡面 常常看到 好 OK